今天我们修莲花童子来告诉大家 你真的非常的谦敬 谦诚 非常的恭敬 念莲花童子的心中 莲花童子一样可以显现给大家的价值 跟莲花童大士是一样的 因为莲花童大士也等于是莲花童子 童子的意思跟大士的意思是一样的 大士就是菩萨 童子也是菩萨 你看文之师利菩萨也可以称为文殊童子 一样可以称为文之师利菩萨 他也是文殊童子 是一样的 有一位天雅夜的同门在这里 莲花利天师姐 在这里 莲花利天吗 他走了啊 就是站在那里那位 就是站在那里那位 对 莲花利天那天天雅夜那个和尚团 他们有请师尊 他们共餐 共餐他给我讲了一个 是这样子的 有一位这个印尼 印尼这个加里曼丹 昆殿的一位高师兄 一位高师兄 他中风 中风就昏迷不醒 就是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 昏迷不醒呢 他太太在旁边就 一直在念丧尸心咒 念丧尸心咒 Om Guru Lensens Siti Hom 一直在念丧尸心咒 然后这个 这个师姐本身 也就是说 他的太太 高师兄的太太 因为他是印尼人 他是在亚特兰大的信恩 跟村南 以前叫村立 的妈妈也是印尼人 也是印尼人 他们认识的 他就跟信恩 跟这个 村南的妈妈讲 说我这个 我的师兄 已经中风昏迷 希望能够给师尊家旨 那时候呢 这个信恩 跟这个村南的妈妈 已经回到亚特兰大 他就 也是告诉了 这个莲花丽田 他就告诉了 莲花丽田 莲花丽田 拜托你拿 这个我师兄的照片 给师尊家旨 那他就拿 这个高师兄 就是印尼昆殿 的高师兄的照片 给我 我给他加持 就是这样子 加持 在加持的同一个撒那 在这个撒那之中 而且是同一天 他在医院里面 照顾中风的高师兄 然后他是 一面 一面这个念上师心咒 就眼睛眯了一下 打了一下臀 打 那叫打臀吧 打盾 打盾 就是稍微 看见师尊 看见卢师尊 走了进来 走进医院里面 同样加持的那个时间 看见师尊 走进来 走了进来以后 他就给高师兄 就是印尼昆殿的高师兄 做脑部的手术 也不是什么手术 就等于是说 手伸进脑海里面 拿出一颗黑色的 一大块的这个血块 拿它出来 一大块的这个血块 这样子拿它出来 黑色的 然后对着血块 师尊很满意的笑一笑 很满意的笑一笑 拿了一块血块出来 脑海里面拿了 黑色的血块出来 然后对着血块 笑一笑说 可以了 然后就又走出去 这一走出去 那位躺着的高师兄 就醒过来 那这个是千真万切的事实 都是有名有姓的 他先联络 姓恩的妈妈 姓恩的妈妈 在联络 这个莲花丽田 莲花丽田在哪时候 纵风的高师兄 给我加持 加持的当时 那一刹那 刚好他在念 念上师心咒 这个时候就看到 师尊进来 从脑海里面 拿出他的血块 医生认为是不可能的 这个一定会变成植物人的 因为脑里面全部都是血 就算救佛 也是植物人 哪里能够醒过来 我讲的这样 莲花丽田 对不对 昨天他去复查 昨天他去复查 做MRE 那个医生说已经完全没有了 而且他出血的脑 出血的时候 他说跟大人的耳朵一样大的脑 那么血块 那么大的血块 像耳朵一样那么大的血块 是吗 是 昨天看不出来 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莲花童子也可以献身救人的 莲花生大事能够 因为莲花生大事就是莲花童子 所以这个是事实 那个高师兄叫什么名字 他是新黄的黄师兄 是黄师兄 黄 黄什么 黄寒肺 寒人的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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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姓名差那么多 黄汉飞 汉人的汉 飞机的飞 汉潮的汉 黄汉飞 对 黄汉飞对了 不是姓高 因为 黄汉飞 汉飞